记者和玉华新北报道,台湾特有且濒临绝灭的燕红鹿子百合长在峭壁上,被誉为峭壁的精灵,平西区领角里尝试富裕,种植在领角车站通往领角辽山步道的挡土墙,近来陆续冒出花芽灰色单调的墙面,渴望在7月底花季时成为燕白之路。 早期的灵角是梅矿山城,梅落后,矿业主的红楼住宅蔡家阳楼称为当地之宝,也是灵角车站往灵角辽步道必经之路,这段长约300公尺的路是早期梅车车道修筑而成,路的一侧是单调的灰色挡土墙。 灵角里长林瑞奇说,燕红鹿子百合原生种长在岩石峭壁上,横生而出,在地住户偶有以花门种植,多以竹竿称植,与原生种横生不同。 去年初首度尝试富裕时,在蔡家阳楼矮墙上立花盆种植,同时观察生态,发现党土墙与峭壁条件类似,有一定坡度,且半日照,西晒。 去年9月利用城乡渠社区规划征建的机会,提出在党土墙富裕燕红鹿子百合,将生态融入环境改造的计划。 在城乡渠及辅大团队的协助下,林瑞奇在灵角车站通往灵角寥山登山步道沿路的党土墙,架设立体质栽桥,模拟原生环境富裕百合,既改善街道景观又串联富裕路段,打造成燕板之路。 另一方面,参与社规师计划的学生则制作导览地图放在蔡家阳楼前,让访客共。 了解灵角 林瑞奇说,经过居民的悉心照护,百合苗都尝得不错,花宝也陆续萌发,富裕成果逐渐成型,七月底花季渴望看到美丽的花朵,加上灵角的山林步道与瀑布,矿叶历史与老洋楼,展现丰富的地方特色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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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